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桑普林郑的节目 这一节我们讲一讲香港的重点, 现在是6月12日凌晨时分 我会讲一节关于中国新闻, 今天我都努力做多些节目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对事物的看法, 昨天6月11日的时候 我们也接受到一些媒体的访问, 讲一讲这件案件, 因为这件案件是重要的 就是关于一些海外非常任法官, 即并非常任的法官 在中心法院一直是成为了, 我认为是香港法治的花瓶 无论由中英联合声明时代开始, 都觉得很多人觉得 就是由英国那帮这样的紳士熟女, 一直到香港的名流 由邓念玉, 一直到这个李柱明, 都觉得 维持这个外籍的非常任法官, 在中心法院是香港法治的保障 就是当时很大的想法是这样, 他觉得这是一个所谓的测风, 即是一个风向鸡, 一个风向针 如果这个地方倒的时候, 香港就会出事了, 那么我觉得呢, 这种讲法呢, 其实呢, 搞不清楚极权的多种可能性 这个不是一个风向鸡, 不是一个风向鸡, 也都不是一个, 真是使得大家, 可以确定到, 即不是这个先出事, 只有法治才出事 可能法治已经出完事, 才到这些人出事的, 那么现在香港刚刚就后者这种情况 但第二件事就是说呢, 高一些这样的外籍的法官 是不是个个都是捍卫人权民主自由的呢? 有些可能根本不是 有些可能是, 但是不敢说, 有些可能是在任的时候不敢说 但卸任之后回回老家了, 就这样说了 无论哪一种情, 你刚刚说这几种情况都好, 你都不在你的判决那里 不是在你的职责那里, 去守护好香港的法治 或者你可以有一个解释的, 就觉得, 这宗案件都未去到你终审法院审 这宗案件都是在袁仲庭, 或者是在西九龙裁判法院, 甚至在高等法院上诉庭审 都未去到终审, 你没有办法表现出你的角色 我只是说一件事而已, 成语也有说, 瓜田里下嘛 即今天你在帮着这人, 习近平、李家超、邓炳强集团 他们就是专政极权集团, 就是用国安凌鸽国一项基本法的东西 讲到尾就是这样, 国安法凌鸽基本法 由2002年当时已经讲给大家知道, 信誓旦旦旦讲这件事的了 看回国安法最后的条文已经这么写的了, 后面的所谓完善的 散开香港选举制度, 再加上23条立法就是维护国安安全条例 你看得很清楚, 一切和23条立法和国安法不一致的 基本法人权法案条例, 所谓的两个国际公约, 全部都不适用 去年年底,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做个解释, 说明了, 一切和中国国家安全有违背的国际条约 一律不予食用, 即是中英联合声明, 已成历史文件 再一次证明给大家看, 他不理 这些事不是2024年发生的, 早已经2020年发生的了 一直都在发生着, 一直都在恶化着 一, 我说真的, 听不到这些法官, 可以像当年包治金大法官 二征慈严地说一些清心直说的说话 他们也受到国安法的打压之后呢, 禁声, 但他们是法官喔 他们不敢说话 第二样东西, 法律的改变不是2024年开始的, 不是323的基本法 23条立法开始的, 亦都不是47人案开始的, 一早由2020年已经开始了 国安法是一个很大的讯号, 而当时你不辞职 当时有人辞职, 英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律 和另一个副院长, 两个人辞职, 其他人没有辞职 风雨不动安如山, 十个磨碌, 十个外籍, 十个外籍的中审法院的非常任法官 近日接二连三走投 5月24日, 加拿大籍的麦加勒通知张举能, 将在7月底任期戒满后退任, 司法机构当时未公布 5月30日, 47人案裁决当日, 高等法院原仲庭裁定16名不认罪被告中14人罪成 6月6日, 司法机构证实, 英国法官赫廉斯和岑耀信 已向李家超辞任香港中审法院非常任法官, 赫廉斯声明提及, 基于香港的政治形势而请辞 不过, 对香港法官的独立仍然有信心 6月7日, 张举能和李家超林定国对两位英国法官辞任表示遗憾 接着, 最关键的时刻到了, 6月10日, 即两日前 岑耀信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赞文, 说47人案判裁决, 站不住 接着, 加拿大全媒引述麦加勒的声明报道, 说他将不再续任香港非常任法官 但麦加勒没有讲清楚原因, 6月11日凌晨, 港府发出4300字的声明, 说极不同意岑耀信的意见 6月11日早上, 即反博队出动, 垃圾, 6月11日早上, 李家超行会前见记者 回应岑耀信的文章, 说对香港法官被共事过的同事背气感到遗憾 6月11日中午后, 将他能继续发五点声明, 或指任何或法官裁决可能受到政治影响等说法 都属于严重指控, 绝不应轻率作出 说到尾, 人家本于良知, 讲真话, 行公二号年文, 沈耀信是第一个人 是讲清楚真真正正他的观点, 我对他是肯定的 我只是觉得几件事,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2020年的时候应该辞职, 怎么拖到今天呢? 不过辞职好过不辞职, 还有七个磨碌在那地方 我都不禁不住说磨碌, 他们有什么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呢? 三个英国的法官, 做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 另外还有四个来自澳洲, 三个英国, 四个澳洲, 这些磨碌 是不是应该要集体辞职, 集体谴责? 我觉得这个声音才是大, 你说不是, 很多人都要任期的, 要做完任期的 各位, 你还守着这些规矩做什么? 你要的就是钱 你要的就是任期内所有的筹着, 所有的钱, 所有的名誉, 地位, 名声 准备回到老家, 没有人请你, 你肯去做的话, 走, 离开财政的行道理 再说一次, 集体辞职, 集体谴责, 集体谴责, 这才是very good 当然我们觉得, 集体来说很难做, 因为每个地方都去不同地方 但我想英国那班是不是集体回英国呢? 澳洲是不是集体回澳洲呢? 那如果好了, 你集体这样做, 你怎么会有违反国安法呢? 那你李家超将居能强烈谴责, 或你们严重指控, 因为告你们煽动意图罪 再加控一条, 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因为破坏, 扰乱, 阻留, 香港司法机关做事 就是等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不需要武力威胁武力, 或其他非法手段, 任何手段都可以 四十七人我们说的, 全部抓你们去, 绝对是我违法的 所以说神要信, 出去就不要回来了, 你回来任何一天抓你的 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 被国安法惩治, 我正在看这一幕 但问题是我是否想他们死, 当然不想他们死 快点走啦, 最好走了才说, 我都不想你们这帮法官, 起码武功都有劳 但我只是说,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是吗? 基本上你瓜田里下, 帮着极权政府这么久的时间, 我都未和你追究 很多人就是说, 那些法律界的朋友就说, 你不要这样说这些法官啦 这些法官其实是心有难言之忍, 有什么难言之忍啊? 走啦! 这个地方不是你守得住的地方嘛 这个地方不是你可以改变的地方嘛 由2020年港版国安法颁布开始, 终审法院已经不是终审的地方啦 谁有最后的解释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 谁有司法权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 当你判决, 他觉得你判得不对, 有什么效果? 将这个被告送中, 将这个法官都塞送中 不需要任何的司法覆核和审查 原则肌压, 例外保释 即23条16小时的肌压, 减刑不是随便用得到 法庭里的减刑, 随时财量之下不减刑 要你真诚认罪才可以减刑 那他自己本身要定义什么是真诚? 跟着你在拉紧入了冊之后, 减刑行为良好不可以减刑? 总之就不行, 说不行就不行 用法律的方式去反对法治 用法律的方式去包装人质 你自己看不到的吗? 你看不到, 国家安全是一个上方保健 他说不安全, 你就不安全 这件事不是国安案件 所有民刑事案件和中资有关的 就是国家安全, 你就一定要判他 是胜数, 你可不可以这样做? 你说我没有这样的压力, 你先期吧 国家安全大过天, 人权、民主、自由放一边 你们这班法官,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不要喘着明白装糊涂 在个地方诈傻扮懵, 所谓何事呢? 根据《雜誌社》的报导 自2019年加入中资法院, 来自英国的海外非常任法官 《沈耀信婚酌》就在6月6日辞任 他星期一、10日在英国的金融时报 发表一篇4000字文件回应事件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重大的指控 我想这个重大的控诉, 会铭记香港历史里面 我要肯定他仗义执言的勇敢 但要谴责他迟来勇敢的这种迟道 不过迟道比武道好 岑耀信婚酌话, 他说以香港法治处于危态为题 直指很多法官已经忘记身为人民自由捍卫者的传统角色 又形容射车人案裁决在法理上完全站不住脚 他说法官要面对三大问题, 不包括国安法和煽动条文 大大限制了法官人大释法能够随时推翻法庭的裁决 以及当局偏执使用国安法打压和平意见 岑耀信认用, 香港由以前的充满活力, 政治多元占变成极权 法治被严重妥协, 基本上被严重削弱摧毁 过去出任终审法院的海外法官, 因为希望有助维持法治 恐怕至今已不切实际 我想他经过2020、2021、2022、2023、2024 其实已经给足机会了 我了解共产党, 我觉得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深存幻想 好了, 我当你给足两年够了, 他给了四年 所以便迟到了 那你可以有什么机会呢? 没有机会, 已经不切实际 特区政府凌晨大概1点钟, 即611凌晨1点钟, 发表4300次的新闻稿 表示极不同意审要信的个人意见, 强调香港法治没有任何倒退 他就这样说, 李渣昭就说香港法治固约金汤力久不变 政府的新闻稿也确认了中审法院非常任法官麦嘉林 任期革命后退役不再续任 曾出任加拿大首席大法官麦嘉林 就是2018年开始成为香港的中审法院非常任法官 在2021年7月获行政协盟续任3年 这是一个星期内第三位中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辞任或不再续任 海外非常任法官的人数由10人变7人 岑耀信在6月10日的金融时报账文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is in grave danger 香港法治处于危态状态 可以做这个标题 辞出很多法官已经忘记了他们身为人民自由 是否自己的传统角色 做法官是为了目的 捍卫人权 四个大字 捍卫人权 就是做法官的基本功能 牵法是人权的保障书 牵法是权力分立的准举 亦都是权力分立所为何事 为了保障人权 如果一个法官做的所有事 不是for human rights 不是doing the right thing 那我请问justice所为何事呢 岑耀信在文章开头就反问香港的法治发生什么事 他紧接就指出高等法在5月30日 颁下了标志性的判词 裁决14名民主派人士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成 他说47人案这件事完全是站不住过的 被指控的人士透过组织非官方的初选 希望处得立法会大多数议席通过财政预算案作为筹码 争取普选和其他诉求 他说基本法列明普选是最终目标 立法会有权否决财政预算案 以及行政长官需要在立法会 连续两次否决预算案下辞职 尽管如此高等法院仍决定否决预算案是不被允许的 他形容裁决意味着立法会不能行使宪法列明的权力 而在选举前作出计划更被界定为全谋犯罪 这件事我觉得是匪夷所思 是完全在法律上站不住的legally indefensible 不能够被维护的 但不代表法治已死 他说上诉法院仍有可能纠正 但形容决定是香港司法系统日益毁味不振的征兆 我明白他说这些意思 即是他不要说死上诉法院有其他可能死 但说真的这些叫做诈傻办懵 在国安指定法官体系下的上诉法院哪里有可能纠正 试问国安案件哪个被判无罪 而哪个被判无罪的话也没有这样的案例 即使上面的地方只是愈加愈多 就是不会真的纠正 他形容 The decision is symptomatic of a growing malice in the Hong Kong judiciary 是香港司法系统日益毁味不振的征兆 即是说得非常客气 英国紳士嘛 这个岑要信他指出法官面对美国制裁的威胁是残酷 没有建设性和不公允 因他们都是信守普通法原则和自由价值的人士 但他要在由中国创造不可能的政治环境下工作 那就是弃炮啦 其实没有不可能的 你唯一的可能就是做了中国的法官 五星红旗照耀你的怒袋 你说什么法治完全都是荒谬 你说面对美国被美国制裁的威胁是残酷 没有建设性和不公允的 没有的 系制残酷 是有建设性和很公允的 你是根本上你助纣为弱 瓜田理下助纣为弱 我再说一次 瓜田理下助纣为弱 迟到好过武道 但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这个就是我给你们所有这些法官的说法 岑耀信法官之后 逐一指出法官面对很多问题 他首先说 国家安全法和煽动罪 严重限制了法官的自由 加上全国人大常委会 可以对不满意的法庭判决释法 又引用人大常委会推翻 迷子英聘用的与英国大律师一例 说明了中国愿意在几大程度上 利用释法对付敌人 岑耀信继续说当国人陷入了 Paranoia of the authorities 即是权力的偏执 他形容 2019年的暴动 暴动riot 虽然令人震惊 但香港的普通法绝对足以应付 你收皮啦 什么暴动 公民抗命啊大佬 但当局却以国安法作回应 甚至以此打压和平的政治意见者 诸如亲民主派媒体被关闭 媒体编辑被控煽动 公民组织解散和领袖被捕等等 他都觉得不妥了 你基本上冷眼旁观三年四年 岑耀信又形容 当少数法官作出保释或无罪释放判决的时候 要面对批判的声音 信从媒体 强硬的立法会议员和政府官员 以及中国日报的互相鼓措之下 即文媒大公、央视和人民日报 产生了压抑的气氛 又持续有声音要求司法人员爱国 岑耀信应用本地法官需要无比的勇气 才能够在强大的政治浪潮中生存 什么勇气呢? 你无耻才能生存 勇气就要离开咯 So simple 你是不是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你不是naive 你是抓索扮网就说 岑耀信说 在日益黑暗的政治氛围中 很多法官忘记他们作为公民自由捍卫者的传统角色 英文是这样说的 many judges have lost sight of their traditional role as defenders of the liberty of the subject 他认为基本法和国安法 声称保障言论和集会自由已成为空话 是的 OK 这些所有的基本法和国安法讲的全部都是空话 基本法就是一个骗述来的 国安法就是大棒 胡罗伯大棒都不会被你享用 胡罗伯是不会被你享用到 大棒是真是落落实实打下来的 所以呢 国安法凌鸽基本法 基本法本来是一个谎言 千万不要再信以为真 即使即是最微弱的抗议都被视为革命 出版不忠诚的儿童书本 奏唱宣扬民主理念的歌曲 组织悼念天安门事件的祝国万会 都被判以沉重的刑罰 岑耀信最后在文章指香港已经充油充满力 多元的社会逐渐变成激权 Slowly becoming a totalitarian state 法治已被严重妥协 他解释直至上周才辞任 终审法院的非常任法官 因为一直相信海外法官 或有助维持法治 但恐怕至今是不切实际 I fear that there is no longer realistic 其他人没有那么悲观 我希望他们被证实是正确的 这些英国人的幽默 基本上就是你们错 基本上我是对的 特区政府在昨天11日凌晨 1点钟发出4300字的垃圾声明 表示极不同意沉耀信的个人意见 强调法院在审理案件时 绝对没有受中央或特区的任何政治压力 香港法治仍然没有任何倒退地说 声明说任何人士 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和动机 提出相反结论 都完全错误毫无根据的 我们必须正义想而加以反驳 就好像前几段中联办主任郑银行说 不能以程序的不公去替代这个 程序的公正去替代结果的正义 不能以怜悯之心去替代法律的尊严 信誓旦旦 说的都是垃圾一大堆 为什么呢 法律不讲程序公义 法律不讲量刑时候的怜悯 请问说什么呢 法律是说真的 含公义好怜悯 怜悯 怜悯不是在判罪的时候用 量刑的时候不讲怜悯 他这些施压被47人案的三位法官 即是说共产党在看着你 很明显 程序公义的不重要 但你看看这个特区的政府的声明 任何人士无论出于任何理由或动机提出相反结论 都是完全错误和毫无根据 因为在共产党眼中 只有结果定性上紧跟党的路线 任何偏离的都是差 你说程序公然的就是打擦边球一定拉你 因为共产党不计程序的 由49年土改 就即暴即审即枪决 你讲什么程序公义 浪费 你和土匪流民 全世界最大的黑帮 全世界最大的共产恐怖主义垃圾组织 讲程序公义 你是不是something wrong with your own head your own brain your own mind 可能有个大问题 政府说 不会对神耀信所提到正进行的邪法律程序案件发表评论 但只约任何人对原众法庭判辞作错误解读 并向上诉法庭施压 意图干扰司法程序 特区政府不能坐视不理 必须发声以正视听 谁向上诉法庭施压 谁干扰司法程序 就是特区政府 人家终审法院法官 已经不是终审法院法官 已经屁炮不做了 他怎么施压呢? 政府又引述岑耀信 2021年3月 曾发表对法院独立 性具有信心的看法 又承诺香港法官应受到他们的海外同情支持 而并非被背弃 声明又说 现今岑耀信却选择背弃香港特区的法官实在令人极度失望 各位 他没有背弃香港的法官 是香港的法官背弃了香港人 香港的法官背弃了神 香港的法官背弃了公义 香港的法官背弃了真相 香港的法官背弃了联名 香港的法官背弃了常识逻 他唯一没有背弃的就是自己的钱 自己的乌沙母 自己的 不是叫乌沙母 叫假法 每个月的 身水 地位 党国 习近平 李家超 邓炳强 他没有背弃这些东西 他唯一背弃的就是 良知 公义 怜悯 香港人 我们会记住这班人 政府说 岑耀信一方面认为 美国对法官的制裁威胁属于不公义 另一方面又对法官的工作作不公正的评价 令人惊讶 不要令人惊讶 我觉得岑耀信认为美国对法官的制裁不公义 就免得落人口实 就说勾结境外势力 拉他 通缉 你不如这样 通缉岑耀信 喂 你不是很喜欢通缉那些什么 什么 罗冠聪 什么 这个 许志峰 一大堆 还有美国一大堆 周永康 You name it You name them I name them all OK 但为何你不通缉岑耀信 拉他 为何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摆明是境外势力 不用勾结 摆明是境外受力 究竟境外势力 互相勾结 拉他 拉他 通缉他 在机场上贴单 把岑耀信放在这里 终審法官 前 海外非上任法官 通缉 bounty 十万 好啊 通缉他 拉他 是吧 虽缘必诛 高 支持你 为何你不做 是否因为你外籍 你不敢 原来 红骚绿眼那些 有特权的 香港人 被拆到地底来 原来是这样的 政府就说 他又反驳 岑耀信说 香港正成为 极权城市的说法 绝非事实 香港日日开放 和充满活力的国际城市 收皮 夜晚九点钟已经没有开门了 接着有江玉宽说 新加坡考察 新加坡九点十点很多都关门了 你知不知道 山门是有两种意义的 香港那些叫倒门 新加坡那些叫做打仰 休息 打仰休息 终结今天的营业 和倒门是有分别的 如果这样都分不清楚的话 我想你问小学生 其实那些不清楚 全部都是诈傻办网 另外新闻稿也都确认了 另一个中审法院 海外非上任法官麦嘉林 近日已经表示 任期结盟后 退一不再续任 特区政府表示 对他贡献表示 借意又引述麦嘉林 重申对法院的成员 独立性和维护法治的决心 抱有信心 这些就是敢退出 但不敢说话的人 人性尽显露 法官全部都是这样的人 这一星期之内 第三位中审法院 非上任法官辞任 不再续任 海外非上任法官的人数 将会由10人变成7人 根据加拿大的媒体报道 来自该国的中审法院 非上任法官麦嘉林 Beverly McLoughlin 在星期一 即加拿大时间10日 发表声明说 已经在5月24日通知 特首利加超和首席法官张举流 将会在7月底任期 届门后不再续任 报道就说麦嘉林在声明中 说自己已经连届80 退休之后 会继续从事部分专业工作 花时间陪伴家人 他又说对香港法官 法院独立性 司法独立等有信心 我就觉得这些人 思惟素杀 很多人说到 他们很勇敢 有什么勇敢 你什么都不敢说 又说为家人 又说自己年纪大 又说对香港法院 法院法官 司法独立有信心 你收屁啦你 上周四 中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 学廉师分着 岑耀信分着提出请辞 其中2011年开始出任 非常任法官学廉师 向传媒解释 辞任是因为香港政治情况 两人辞任之后 中审法院海外法官减至8人 加上麦嘉林7月底不再续任 将会减至7人 特首李嘉超和中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流 都是发表声明表示遗憾 大家知道2020年港版国安法立法之后 已经有累计五名海外法官辞任 另外有至少四名法官 因为不同原因不续任 记得两年前 2022年的3月 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和副院长 分别是Reed 即韦艳德和何之瑜 他们两个都辞去了 香港中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职务 Reed 即韦艳德 就是当时曾经声明中表示 和英国政府商讨后 认为英国最高法院法官 难在不被视为 在一个背弃政治言论自由的政权背书下 继续出任香港的中审法院法官 当时Reed和何之瑜 这个我觉得要给他一个赞 现在你才辞职呢 辞职 但好过没有 三个人当中 我觉得比较令人惯目相看的 就是这位 我会觉得很值得 就是觉得都给一个like给他的 虽然迟些 都是like给他的 就是这位 他现在我都比较肯定 他已经不是香港了 OK 才肯发表这些言论 但起码 清心直说 将应该要说的东西 说出来 是非常重要的 也希望多些人这样说 当李家超不断这样说 这些人公然恐吓法官 英国希望毁坏香港法治 公然恐吓法官 这个不是英国立场 整件事是 岑要信分着 岑要信的前 香港中心法院 海外非常吓法官 在英国的金融时报 发表文章 怎会说 斥责英国徒毁 就是企图摧毁香港法治 公然恐吓法官何来呢 他说要面对海外干预 又被过去同事背起呢 我们要毫无保留支持 正直的法官 毫无保留支持党棍 不如你这样 你这么喜欢 不如你做法官李家超不如不要你做 你做都不行 习近平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亲自审判 亲自判赢 所有案件 给习近平你一个人 亲自写判决 你这么喜欢管 管爆他 那你就看到本质在哪里了 这个极权的社会 不只是习近平一个人的问题 在整个制度里面 所有这些人 全部都是忠于习忠于习 这种这样的思维模式 这种这样的荒唐 才导致今天的结果 是吧 李家超说不同意沈耀信的看法 他说法官可以有个人取向 但政治 并非法官的专业 他说 你专业不是政治 我才是重要 就是重要 喂 现在不是司法案件吗 整个沈耀信 分杀 在金融时报的文章 是讲一宗 四十七人案 原来 那是政治案件 所以说 你法官 可以有个人政治取向 但政治 并非法官的专业 我才是专业 我说的就大了 那你就说 这宗不是政治反计则案件 不是什么案件 李家超 你开口盯着你 他又说 法官可喜欢 或不喜欢某种政治制度 某一条法例 但 喂 法官可以不喜欢中国的政治制度 可以不喜欢国安法吗 可以不喜欢吗 但法官的专业 就是按照法律原则证据 正确的诠释法例 法官诠释法例 你觉得李家超可以给法官更正确 诠释法例吗 李家超说 不关我事 全国人大上委会 所以我就说这帮法官 还为虎作枪为甚 李家超为 说 连同岑耀信 共有三名海外非常任法官辞任 离开 但有另外两个人说 对法院独立性有信心 他说二比一 又赢了 二比一 他们两个没骂过 你是一个岑耀信 证明公道自在人室 你看 墨家林 你看 赫廉斯 他们没有骂过 这么说 他又说 对香港法官感到骄傲 有些人都没有骂过 形容他们可以有可敬的勇气 面对来自海外的公然干扰和压力 坚定不移为会发自 整个香港社会都支持你们 支持你的帽 支持你们 支持你们 你没说完 整个香港法社会都支持你们去死 并对他们被一些少数过去曾经一起为法律而共事的同事背气感到遗憾 哇 引导法官 斗法官 就好像先动离职法官和现任法官的斗争一样 哇 这个真是毛泽东思想 这个叫阶级斗争 群众斗争 封桥经验 一找就零 另外发表4300次的长文 我都不想读这些东西 这些很垃圾 浪费大家的耳朵和时间 所以我看完这些报道之后 我会更加觉得整件事是绝对很荒谬 是吧 我会看到整件事就是 完全是一个荒谬绝伦的一个说法 我只是有几样东西想跟大家说 第一 第一 面对这些法官的地方 由此而终 终审法院 海外非常有法院的制度 在我的形式当中 就叫做法治的花瓶 它们能够派上用场的机会不大 因为终审法院 就算由很多吴嘉宁案等很多判决 即我读过这些判决 这些判决本身 基本上非常任法官 这些海外非常任法官 不会成为那五个中审法院判决判决法官的多数 大部分都是常任法官把持的 包括张举能这些垃圾 另外非常任法官是少数 你不会成为一个多数的判决力量 你可能和其他法官互相谈谈你的意见 影响他们的心症 明白 但你本身不会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力量 所以我说由此而终 就算是一个运作良好的法治社会来说 它本身是一个法治化平 再说多次 非常任法官 它不会成为整个中审法院判决的多数法官的席次 再何况说海外更加少 第二 这帮法官拿钱而已 任其道 它想哪个地方 全世界这么普通的地方 它不是未必要对香港忠诚 它对一个所谓法治要忠诚 那这帮人当中 他们是否能够仗义执言呢 一 及早离去的是Reed 和Hodge 两个人我会觉得是 给他帽子给他 在国安法颁布之后 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离开 英国有压力给他 他就走 想清楚 独立行使他们的辞职权力 第二 这个所谓的神要信 我会给他半个赞给他 慈离的公义都好 希望没有 好过没有 好过 鶴莲斯和麦嘉林 而鶴莲斯和麦嘉林 当然好过那班 剩下的七个磨碌 在那儿躺脚 数钞票 戴假发 威威 坐够门期 任期了 数九钞票 回老家 又可以 嗯 我建议所有 国家 包括加拿大 英国 对于这些社任法官 要做严密的国安審查 十年内不可以给他们出任公职 你肯帮友 你帮共产党做事 你就有这个结果 同样道理的 有很多人说 哎呀 商普 我宣誓了 做效忠 香港特区 做公务员 有没有办法来台湾 成为公民 我不回答这些问题 我不是政府 我怎么回答这些问题 但你问我个人意见 快做吧 我只是这样当你说 我们的心里面是黄与纳 你效忠过 你就很难翻身 除非你要更长的时间 去证明到你的忠诚在哪个地方 对不对 我已经很仁慈了 给了我的话 我免得浪费 我努力时间 风险费用 我全部不要这些人 多少钱我都不要 台湾人不需要香港人的钱 不要 你看看TSMC 这个台积电多少钱 你多少钱 滚开 带你钱去英国 去加拿大 看人家怎么看你 这些海外非常人法官一样 严密审查 第三 这些法官 本身是民主的花瓶 本身不是一个一国两制更健全的象征 它不是一个风向仪 是灰烂之后 这些人才舔完最后一滴 都要留在那里 什么风向仪 什么风向标 都是骗人的 不要这么交 搞民主运动 你这么交下去 很出事的 现在我们是一场 斗智斗力的一场 心理战争 这段时间我们处于夺势 运气未来 我们要保存实力 不等于我们今天要挽交派交 还要不断地说 不要侮辱这班法官 不好意思 今天你现在stand with Hong Kong SAR 本身是一个罪恶 你们这班法官 宣誓效忠 中外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 加上国安法 你们都要守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你们都要守 那你想想 香港是否已经这样 第四 面对已经发泄 荡然无存香港 你还去 你还想在香港生存 各位外资 台资 美资 欧资 日资 澳资 还想在香港投资 离开 铁幕已经拉开 以前在深圳河 现在已经在台湾海峡了 我有一天希望不会成为太平洋 所以台湾要守得住 我说这些很心痛 但我只是说 很多人都是文过式飞 很多人都觉得 海外法官古语夫 我不玩架 不派架 我是清心直说我自己的 对他们的批评 未来香港已经没有了这样的制度 没有意义 我宁愿你不要化平 我宁愿你就是 我刚刚说的 习近平亲自指挥 亲自监督 亲自审判 亲自判刑 亲自写判决书 最好了 摆明是共产党宰制香港 什么一国两制 什么普通法 多什么鱼 整件事都已经塌了 还在装神骗鬼 还在装点门面 在死尸的地方 涂脂抹粉 还在捍卫一国两制 要光复一国两制 浪费了 我们不要这样被殖民的状态 香港人要自己加油 我们曾经有过的法治 不是我们香港人 辛辛苦苦 啟蒙之后自己争取回来的 是英国人在殖民时代给我们的 你不是躺平去享受的 而你要明白 什么才是法治去捍卫他们 法治是公平游戏规则 根据这件事去定立契约 根据这件事去做所有我们要做的行为 而当这个游戏规则 是对于当权者极度偏袒 对于被统治者极度压制的时候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党国的斥令 一个党国的命令 统治工具 没有法治 法律说是法 其实不是法 是魔法的法 就是鵬打你的工具 是律令 而不是真正的法 德文有个字叫gazette 法条 但是不是recht r-e-c-h-t 就是法 权利 正确的意思 我希望大家明白 这个和英文的字跟一样 right 就是recht 这个字 德文英文是同源的 意思是右 右边的右 正确 权利 法 四种意思 ok 我希望大家都明白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法 我们要守的不是gazette 我们要守的法 不是自然法 这么简单 在法条里面要找出一些 合乎人性尊严 以及符合人权解释原则去处理的问题 而香港今时今日已经没有这种情况 终审法院基本上已经没有了空间 去做以符合人权做解释的空间 因为一切人大最大 你如果对抗人大 你就会被送终 全案送终 有什么好说呢 所以我说 当年西藏的悲剧现在发生在香港 希望大家忍住 也希望大家 审慎地思考自己 和下一代的未来 时间 方法 我不懂 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 有自己的难处 我深深明白 我只希望在这个时间里面 我们多所照望 也希望我这个短片 能够给大家多些的鼓励 温存希望 坚持信念 行公义 好联敏 全谦卑的心 继续前行 这才是做法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下一节再见 请不吝点赞